柯文哲终于finally 她说出来了 黄珊珊要负正式责任 那当然黄珊珊目前 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回应啦 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为时一晚 她怎么会到现在才讲啊 她也说要留黄珊珊小来善后啊 对对对对 其实我就想不透这个善后 我们只讲那个尼奥跟时乐 就戴利林那两家公司 916万哦 黄珊珊不是说有发票 对 你有拿出来吗 没有啊 而且陈志涵跟徐甫讲的不一样 不可是至少戴利林这个916万 她说她有发票嘛 没有看到 她说她交给段木正嘛 那段木正不知道为什么会漏报嘛 后来就给你虚报嘛 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公开呢 我已经等很久了 我也等很久了 她不是在善后吗 善后你就把 你认为有发票的公开嘛 我依稀记得黄珊珊讲过说什么 很多正本在调查局 所以她没有办法公开 不可能啊 她要去调查局 隐隐把copy回来 照才可以公开 没有人会把正本整个给调查局的 你自己都不留 那万一人家给你创改 你怎么办 对啊也是耶 对调查局 照理说不会拿 不可能啊 没有人会这样 你一定会留 自己至少会留一两份啦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就是到现在 让人家觉得 你不是说你在善后吗 那你就去把段木正 没有公开的发票 公开给我们看嘛 不就这样就好了 我就觉得很简单啊 可是我 从那个时候善后到今天 我们还没有看到 有任何一张发票公布 然后让戴力林服气的啊 这我觉得没有在善后 是在摆烂啊 所以 我这样会不会太直接 我的理解就是戴力林事实上 她根本就没有拿到发票 那你说你有嘛 那你拿了戴力林要认 你就赶快拿出来啊 戴力林不能认 因为戴力林又没有真正的业务 我们的认知会变成这样 那这样就不叫善后啦 那不就是提优旧活了吗 不是啊 因为她自己在这里就是说的 让人家难以理解嘛 你塞了916万的业务 支出啦 给戴力林的两家公司 然后你变称 这是段木正乱搞 事实上是有发票的 这黄山山的说法 对 这个我都没有帮他乱掰 那你黄山山为什么不证明呢 对 我们真的有给戴力林 916万的业务吧 你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呢 所以柯文哲真的是 像你讲的那样慌了嘛 就是整个已经 已经 我讲的是柯文哲讲话的部分 我现在是在讲他的团队 对他的团队 我讲黄山山啊 所以团队也慌了 柯文哲本人也慌了 全部都是 不黄山山那个 团队让人家觉得在说谎嘛 就你根本没有那件事 你偏说有 是 不知道你为什么都拿不出来 那柯文哲是慌了 是 都在那边口不择言嘛 对 而且最近 一个事情也更离奇 他不是要去找 第三方台北市的会计师工会 对对对 这个太好笑了 小草已经快要哭死了 我说奇怪 你怎么会说太好笑了 你不知道吗 对 对 你找第三方 你不知道端木正就是 省计委员会的执行长 对 然后你主席自己说太好笑了 我那天看到这个 新闻的时候 我这件事情也说 哇 我也觉得好好笑哦 是啊 就觉得你这个主席 跟你的政党都很好笑 对 你们 就是这样啊 实在不知道怎么讨论啊 这样子还有沟通顺畅吗 我也不是很了解了 对 然后他们就刚刚讲的 他有那么多名义代表 嗯 没有一个出面 对啊 啊 黄国昌只有邀请他 来帮他打打气 对不对 啊 之后也没了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民众党里面 齐凯歌也不见了 不见啊 对 而且这些人都是 在社会历练蛮蛮久的人 武尊城还开大公司 哦 对 他们对做会计仗 对相关的法律 会不熟吗 很熟很熟很熟 为什么没有半个人出来讲话 嗯 还要 我们汉庭帮你爆料 对 举了两个例子 嘿 为什么不是 还要拿他的新党这种伤痛 拿出来讲一次这样子 对不对 那民众党有四个议员 为什么都不讲话 台北市啊 哦 我先帮那个志豪说 志豪是因为 父亲过世了 OK 对对这个可以可以 其他其他三个咧 另外三个 是不是有一个结婚 是不是 没有啊 学姐是刚结婚 学姐是结婚 结束了啦 很久了好不好 对 我讲学姐在柯P身边 我有仔细观察 我觉得她就聪明 她就是乖乖的安安静静 所以你看她可以待这么久 嗯 好 对她就不惹事 对 但有些人是比较会惹事 嗯 是不是这样 啊 哈哈哈 她有她的 这个我不以致听 深层之道 好 学姐 学姐也没在核心 啊也没在 对啦 确实是啦 对啦 对 但是你看这个 徐甫讲的 民众党受伤很重 这个竞选总干是 黄珊珊啊 必须要负完全的责任 但是呢 这个心理上是有一种折磨 哎 这个徐甫跑出来 徐甫是文宣布的 他跑出来说 竞选总干是 黄珊珊要负完全的责任 所以他的太太 副总干是 就没有责任吗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一对夫妻 跟现在跟黄珊珊之间 整个关系 非常奇妙的一点 哎 我又要来问这个 雨萱了 这个 你 你怎么看 接下来 这三位 对 因为柯P已经 我们已经不知道 柯P已经不知道怎么讨论了啦 不不不 我永远可以讨论他 OK OK 不会是问题 不是 我们徐甫这张照片 是他以前在我们这边 主持的照片吗 他笑 我讲这张照片 表情不对 你要换一张 你要换什么 要换哭的 我们信用破产了 我滚 那天那个 对对对 那财符他现在很心静 对 他现在是信用破产的人 所以徐甫讲什么话呢 他是个信用破产的 我就不听了 我先讲柯文哲 来 我们要从手脑开始谈起 他说黄珊珊把善后的小组负责人 共作完成之后 没有管钱 然后总干事有政治责任 等等等等 竞选专户 各位 我们是2352人在看这件事情吗 对 这是谁的竞选专户 柯文哲 对所以你柯文哲没有政治责任 你在开到什么玩笑 请问一下黄珊珊有 Key in圈察院的权限吗 没有耶 谁有权限 柯文哲有 谁有权限端木正 谁有权限 李文娟还有他的助理 是 那我问一下哦 谁有权限在4月8号8点25分申报被打枪打回票之后 再去更改这个账目产生916万的幽灵发票 谁有权限柯文你知道吗 谁 柯文 对就只有你柯文哲 端木这里没有 就你柯文哲有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扯什么黄珊珊什么政治责任嘛 你知道你柯文哲你有什么责任你知道吗 你有政治责任 那你还有另外一个责任你知道什么吗 你有司法责任 哦 所以不要在那边扯黄珊珊 我跟你讲 柯文哲现在就是要把所有的烂锅 都摔给黄珊珊去扛嘛 嗯 我才不会去吃这一套的耶 他现在很显而易见就是反正把所有账都推给黄珊珊 那我再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 你知道民众短缺有多少吗 账面是2723万 短短短缺 对啊 短缺啊 他的收支扣掉 收入扣掉 支出应该有6000万 结果里面只剩3000多万 短缺了2723万 你跟监察院申报的啊 7月份跟改过的那个版本啊 那在问题二出现了问题二问题二 民众网跟我们讲了嘛 他说 端木正浮报了1817万 你民众网讲了嘛 所以这算起来 你知道出什么大问题吗 你总共民众网短缺4500万 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 4500万去了哪里啊 是不是买办公室去了啊 对啊 你办公室买4300万嘛 那你4500万去哪里嘛 再加200万装潢 对嘛那后续可以变更的 只有柯文哲嘛 要他的自然人凭证嘛 端木正又不是小偷 他不是黄姐 难不成他去偷你的凭证是不是 半夜三四点拿去刷那个门是不是 不可能嘛 那我就请问钱去哪里嘛 我跟你讲 你知道黄珊珊现在在干嘛吗 以拖待变 他是不是说我们都只很模糊啊 送给调查局了啊 不是啦 我跟各位讲那个在找理由拖时间啊 调查局也没有啦 因为7月的时候 然后我问一下各位很简单逻辑的问题 如果有发票的话 是不是那我7月就赶快把它更改塞进去了 你说1月很赶嘛 你说2月的时候申报很赶嘛 那7月的时候报进去可不可以 我跟你讲好不好 压根 这4000多万 就没有发票 这4000多万就是找不到单据啦 哇 那我跟你讲更可恶的事情你知道什么吗 找不到单据没关系 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嗯 坎哥啊 我可以把钱放回去啊 对 你知道放回去我用什么迷目吗 我跟你讲好不好 原本领出来 原本要作为现金支付使用 但后续因为没有使用到这么多金额 所以将现金缴还 结束啊 哇塞 那为什么柯文哲不把钱还回去 为什么柯文哲不把钱还回去 因为他压根就是没有要给你还回去 他报到监察院账的时候 7月份那一次的时候 短缺就2723万了 他从头到尾死不完钱嘛 他可以把钱还回去啊 没有发票我把钱还回去不就好了 他不愿意干 他老子就是要放口袋不然你要怎样 老子就是有钱 他我想他就是老子有钱就是4个字 我就是要去买办公室啊 是什么现金 现金金支支 整个都打落底 各位你知道现金有什么问题吗 5月份的时候 没有现代令 5月份的时候办公室哦 搞不好可以带8成9成 凭他的 对对 资产绝对可以啊 那为什么他不贷款 再来第二件事情 有人办公室用买的吗 没有 大家都用租的 不是偷到我去买那个东西干嘛 再第三个那个办公室 柯文哲说要做个人办公室使用 就打开是罗浮助助理在使用 你在开我什么玩笑 没有啦 搞不好人家是先买相来未来 像他开诊所的啦 你知道为什么他讲这个吗 他在消化现金 他不贷款是要消化现金 他手上很多现金要消化啦 那我就问你现金到底哪里来 很多人像网友在刷 上亿夫对不对 我更正 上亿夫我那时候最早 我不要急就下上亿夫 不是 我现在更正他是10亿夫 哦哦哦 10亿夫 他不是只是要买办公室而已 他老婆说什么 那个小宅我也想要买啦 好宅我也有去看啊 那个圆力群音啊 我要两户打通的那种 二点多亿啊 顶和元二点多亿啊 我跟你讲 他至少要把5亿现金消化掉嘛 这才最大问题啊 我跟你讲 你以为真的不买了哦 用一个谎要说更多谎 因为柯文哲今天出来讲说 我是用那个选举补助款的啦 不是我跟我讲要臭账啊 臭账你懂吗 对 柯文哲现在要想办法把自己账面上 可以的数字 兜容 说解释为什么自己可以去花这些钱 他现在一直咬死说是1.2亿 对不对 对 你小心哦 如果有一个房仲出来说 不对哦 你看两亿的 你两亿你就填不容 而且他真的有看两亿的 不是把1.2亿那个是一户嘛 你是不是有给人家看两户型的 你是不是有去给人家看1.43亿的 你是不是有去给人家看1.43亿的 你有没有去给人家看顶和元 不要我讲说一谎要更多谎 所以你看假我讲到这边 请问一下 这个是黄珊珊的责任吗 各位我很讨厌黄珊的啦 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中柯文哲的气啊 他就是希望你们全部都去骂黄珊 他就躲起来了嘛 他就没事了嘛 他就没事了嘛 他就讲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那你跟我讲嘛单句在哪里啊 你就不要叫你老公出来哭嘛 要哭回去要哭给你看嘛 不想看你们哭嘛 要看我也要看杨宝珍哭好不好 谁要看你哭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卢慧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卢慧保湿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蘆薈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專属你的KSRoyal Care